那接着我们就进到第3章 我们看希望今天把第3章讲完 因为我们有六诗嘛 那我们只有8章而已 好 那第3章是介绍什么呢 当然我们说我们工程 影响我们工程地质的四大因素里面 第一个叫地质材料 所以我们第2章跟第3章 就是要介绍地质材料 就组成我们地质的材料 就原始 所以我们就要介绍原始 然后再我们把原始呢 我们在台湾的地产怎么分类 那这个在工程上都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在外面跟人家沟通 我们说这叫做士林沙岩城 这叫干沟城 这叫桌篮城 什么大统山城 那这是我们工程上常用的地质的一个名词 好像以前我在顾问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会拿一个台湾的地质图 那就是要讲这些地质 那你要了解台湾地质 你要先了解我们台湾的地质材料 就是要岩石是什么 所以第三章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这个是我们地质学的基础 你要有基础才有办法讲到工程地质学 它的应用 好 那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到地质材料 他当讲一般地质材料 我们就讲它的岩石 那什么叫岩石呢 当然岩石就是有一种或多种矿物的聚合体 所以岩石它是一个聚合体 岩石怎么来的 岩浆慢慢冷却 然后聚合成一块 那个我们叫岩石 像你看这边这一块 那这块就是花岗岩 花岗岩 当然我们像那个马祖 还有金门 它在刚好大陆 那个欧亚德鲁板会的边缘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由花岗岩所组成的 所以你到金门马祖看 像太武山或什么都是那个花岗岩 那花岗你可以看它里面就是说 你怎么认识它是花岗岩 就是看它所组成的矿物 灰色的就是藏石 那黑色的是云母 那一点点白色的就是石鹰 所以它叫藏石石鹰云母 那岩石怎么形成的 就是像这边岩浆叫Megma 岩浆地下岩浆慢慢跑出来 然后冷 或者地下的岩浆慢慢没有跑出来冷却 那我们就要形成火山岩 那如果跑出来的话呢 冷却的话就像蓬物的玄武岩 好 所以就是这个岩浆里面 还有不同的矿物 那慢慢冷却之后 这个聚合体就形成我们的岩石 好 所以岩石是什么 是矿物的聚合体 那一般来说岩石 可以由一种矿物所组成的 像我们刚才看第二章的题库 像大理石就是由 苍解石碳酸钙所组成 有一种矿物 但也可以由一种以上 我们说花岗岩 好 那岩石究竟怎么分类呢 如果岩石我们根据它生成 就是它造成这种岩石的原因 基本上我们把岩石分成三大类 按照生成的原因 有火尘岩 沉积岩 变体岩 所以一般若有岩浆直接冷却而形成的岩石 就是火尘岩 那火尘岩呢 它慢慢会经过分化 经过侵蚀 它慢慢变成小颗粒 然后再被搬运 搬运之后 这些小颗粒就慢慢地在沉积 然后再交结 然后呢 因为它沉积之后 再交结就变一层一层一层 我们就叫沉积岩 沉积岩 那沉积岩在受高温或受到压力 压力从哪里来 板块的挤压 我们说板块挤压的力量是蛮大的 所以它就慢慢会变形 像我们说中央栽培都是变子岩 就是板块挤压 那我们就叫变子岩 好 所以我们了解火尘岩 就是岩浆冷却形成的 沉积岩就是什么 分化 然后呢 颗粒被搬运 然后再沉积 再交结 之后变成沉积岩 会有一层一层 那变子岩就是 可能是火尘岩 也可能是沉积岩 经过温度或压力的作用 只有它变成跟原来不一样 有种就是化学变化 跟原来就不一样 那我们叫变子岩 按照生成原因 可以分成这三大类 好 所以你看这是那个 妈祖 我去过好几次妈祖 你看他们这些岩石 看就是 花岗岩 那你可以看到花岗岩的强度很好 所以它本身可以 很直直90度的暂力也不会倒 为什么 它就强度好的岩石 就可以这样子 它就强度好的岩石 好 那我们说我们怎么去认识岩石 其实 假如说你看右边这三种图好了 右边这三种图 一个按照岩石的形成 我们看这个形成 之后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它里面组成物质 全部在一起 那你看这个花岗岩 火层岩或花岗岩 它有点像马赛克 我们在拼图马赛克 它是一块一块这样 因为它是岩浆冷却 所以它就会 相看 就是紧密的 相看 就是像马赛克这样 你有看马赛克那个贴图 就这样一个贴图这样一直贴一直贴在一起的 就有点像拼图一批那个相看起来 很紧密的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构造就是 知道它是火层岩 好 那如果你要看沉积岩呢 你就看到它是有大小颗粒 然后中间有交结物质 把它交起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跟这个是不一样 这个是有相看 它每一个都是那种 就是像拼图这样 凹凹凸凸 然后这个再把它接上去 那但是如果沉积岩的话呢 它就是大大小小颗粒交结在一起 所以它不会有像这种不规则形状 很少 像这种很严重不规则形状 这种就是沉积岩 那变子烟呢 它是在受到什么 高温或受到压力 整个压力 所以它只会扭曲变形 扭曲变形 然后呢 用压力之后它只会产生 平行的排列 液铝状平行排列 所以 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岩石 你就看它的外表的构造 外表构造里面呢 看它的组织 组织是什么 这边强调会叫组织 组织就是 这些颗粒排列的形形 你看它颗粒排列形形 是属于这一上面 还是属于中间 还是下面 你就可以判断它是哪一类岩石 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有能力去分辨 什么叫火层岩 什么叫层积岩 什么叫变子岩 那假如说我们来看这一块 像这是花岗岩 你就看 它是相看交界 这看起来都不像层积岩 看起来也不像变子岩 这个就是花岗岩 那它里面就是有 各种不同矿物 然后呢 相看 相看隐秘的 结合在一起 它有石鹰 唐石 黑云母 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们去开始来看 第一种我们就要认识 火层岩 好火层岩是怎么形成的 火层岩就是 我们说地底下本来就是高温 高温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岩浆 岩浆 像如果说你到夏慧宜呢 它下面就是有非常 不会很深的地方就有岩浆 所以它常常冒出 这种 岩浆会冒出来 在夏慧宜真的可以看到这些岩浆 冒出来 那所以地底下就是一些岩浆 浓浓的岩石 岩浆 那它就成 那个 稠状的 高温的流体 那这种就是岩浆 所以什么叫岩浆 就是稠状高温的流体 那当然它会一直流动 那冷却后就会变成 像这白色 慢慢再变成黑色 所以 岩浆是什么 岩浆 就是 稠状高温流动的流体 然后它岩浆的组成 最早是细酸岩为主 那里面要扫出矿物 经体跟气体 气体就是像水蒸气二氧化散流等等 好那 当然岩浆可能在地底下慢慢冷却 也可能会怎么样 马上喷出来快速冷却 等一下我们会看出它们的差别 那当然 为什么会有岩浆这种液体 就是因为 温度 我们都 我们都说 每上升100公尺 温度会降低6度 到8度 假如从我们地表面 往上天空走 那实际上我们从 地面往下走 每100公尺也会 不是上升 不是 不是减少 是增加 也是大概6、7度 又往下走 1000 我们说往上走1000公尺的话 这样掉到7度 那往地底下走 反过来就会 往上走会降低温度 往下走会增加温度 那我们地底下的 像我们说地核 地核温度大概5、6千度 5、6千度 好那所以就是 岩浆 所以我们地球的内部 有部分是液体 我们也讲过了 从那个 地球的构造 所以这边 就是软流尖 这种是高热的岩浆 高热的岩浆 当然 它的温度还没有像地壳那边那么 温度那么高 但是 想象它就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说在隧道里面工作 像我们说我们要做 东央山脉要做一个 什么花莲到台东的隧道 这样是很困难的 因为 那种温度 温度会蛮高 那你看这岩浆它只要有细缝 它有高压 它就会往上一直跑 往上跑 那这样岩浆如果喷出来 它就形成安山岩 喷出来冷却就变安山岩 那所以像这种澎湖地区 像我上礼拜就去澎湖 澎湖地区是有玄武园 那就是岩浆冒出来以后冷却 变成玄武园 所以 所以岩浆的活动就是 它冒出来冷却 就是喷出盐 那叫玄武园就是 那岩浆也是 如果说没有被 喷出来就在地底下慢慢冷却 就是深层岩 像花岗岩就是 所以我们发现火尘岩就有两种 火尘岩有哪两种呢 我们再看 火尘岩的分类里面 就是说 就是 基本上火尘岩就是 岩浆冷却 那岩浆的冷却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 喷出来快速冷却的 那种叫喷出盐 那另外一种 岩浆在地壳里面 在地壳里面 慢慢冷却的 而形成的 岩石 岩浆在地壳里面 慢慢复化 就变深层岩 那花岗岩就是属于深层岩 那玄武岩就是喷出盐 好所以我们再看三之叶的对下面 岩浆在 地表浅出 或在地表面跑出来的 我们叫火山岩 火山岩 就是喷出来的叫火山岩 好所以 我们要认识火尘岩 基本上要把它喷成两大的 一个叫火山岩 什么叫火山岩 就是 喷出来有时候群的火山 所以我们有它名字叫火山岩 它就是喷出地表冷却的 那深层岩就是没有喷出来 我们地表把它盖住 然后它就 但是还是会慢慢冷却 慢慢冷却 就会形成的岩石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三种 基本上 这是基础知识 认识三种的 喷出盐 或火山岩 就是 刘文岩 安山岩 玄武岩 这三种 那这个 这个是过渡 但你可以不用记这个 刘文岩 安山岩 玄武岩 这三种都喷出盐 像我们这个台湾的 北部啊 阳明山啊 大屯山啊 它以前是火山 它就喷出来形成的 所以它是安山岩 好那深层岩就是 地底下慢慢冷却的 就是 花岗岩 闪藏岩 灰藏岩 那我说这是过渡 那你就不用记 所以这边就有讲 大家看那个 三枝一页的 最后一行 这个就是 最后一行就是什么 喷出盐里面 如果喷出来的火山岩里面 你要记住 安山岩 刘文岩 跟玄武岩 记住这三个就可以了 喷出盐 那接着我们再看 三枝二页 三枝二页里面 这样的中间 很深 跟地表的中间呢 我们叫做 半深层岩 不过这个半深层岩就不用理会它 因为这个 我们就直接 来看那个深层岩 就是 大家看第三个 就是花岗岩 闪藏岩 跟灰藏岩 那所以你要认识的岩石就是这个 那实际上的岩石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有看到 火山岩有 刘文岩 安山岩 玄武岩 深层岩 有花岗岩 闪藏岩 灰藏岩 那实际上这些就是 它对下来 就会有不同的矿物 就是哪些矿物 假如说 像刘文岩跟花岗岩 它是有相同的矿物 它就有藏石 假藏石 石阴 跟部分的斜藏石 那假藏石最主要的为主 要石阴一部分 还有斜藏石 但基本上是假藏石石阴 那你看 还有相同的矿物 但是竟然形成两种不同的岩石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喷出来 它快速冷却 就变成刘文岩 如果地底下慢慢冷却 就是要花岗岩 所以 虽然有相同的矿物 它们 有点像双胞胎一样 就是说 但它们环境不一样 就会生成不同的岩石 那一直往右边走的时候 慢慢的 煤铁矿物就越多了 煤铁矿物越多 我们上里面有讲 还有煤铁矿物的话 颜色就比较深 或者有绿色 所以慢慢像灰石 橄榄石这些的 那这时候就是像玄武 它们就比较黑色 所以 你要认识 岩石呢 你要了解它组成的矿物 也要 了解它形成的环境 那它形成颗粒的大小叫组织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好 所以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说这三个 火山叶里面有 安山盐 玄武盐 刘文盐 然后这中间这个叫半生成盐 这个就不用记它了 那我们要记第三个 就是深层盐在很深的地方 慢慢高温慢慢冷却的 这个要长时间 就会形成花岗岩 闪藏岩 灰藏岩 那要记住这三个 好那我们再详细认识这三种岩石 而这些岩石火山叶的分类之下 我们再看一些 火山叶的构造 惨状就是说火山叶它是怎么深层的 那我们来针对那个火山叶里面 我们先看那个侵入盐 它的深层的构造 什么叫深层构造呢 大家看一下结构了 深层的结构 大家看图3.1 就是说地底下的火山叶 它的侵入 就是说这个盐将侵入的时候 就会形成不同的叫做构造 它在构造里面我们怎么看呢 就叫所谓的盐迈 什么叫盐迈 就是盐将上升侵入盐层的裂系 你看到这边 如果你看一些盐石里面 那种白色一条一条的 像我上次去年去金门 那我们看到地下洞穴 就可以 很明显的看到这些盐迈 就是盐将入侵这些 那个细缝里面 就有所谓的盐迈 所以盐迈是什么 盐将上升 侵入盐层的裂缝 那基本上盐迈 大部分都是垂直的 像这种盐迈 所以你看你们课本的一个图 盐迈就是一般 盐将沿着垂直的裂缝上去的 那盐床是什么呢 就是盐将侵入到 沉积岩的那个层面之间 就形成成状 好 那我们来看这些好了 从这看你们用我们课本这张图 你们课本的图3.1 就是说 这是讲火尘盐的结构 就是说 这个盐浆在地表面下 它会怎么形成构造 首先就是 热的盐浆 就是沿着这些细缝 它就往上升上升 所以这个锤子有点像我们树干 树干这个锤子的部分 我们就叫做盐迈 这个盐迈 这也是盐迈 所以锤子的部分叫盐迈 那什么叫做盐床呢 我们看 就是说 盐床呢 就是 就是 好 它这个 盐浆到这边说 这边有沉积岩的一些 那个缝 或者裂缝 它往水平走 那这个叫做盐床 你看这边一个箭头 盐床 所以锤子上升的叫盐迈 那它沿着水平的裂缝 盐浆侵入进去的 形成的 叫盐床 好 盐迈盐床 好 那盐迈呢 盐床我们看 盐床本来基本上是 侵入到水平这样子 那假如说 它的盐浆的压力很大 那它形成盐床 这边又往上 冲上去的力量 结果就形成一个像雨伞 这边形成比较厚 所以说 这边的厚度比较薄 这边厚度比较大 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像一个盖子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叫做 这个叫做盐盖 其实就形成一个盖子 盐盖 盐盖这边 在这里 盐盖 所以 盐迈 盐床 盐盐盐盐就是 盐床就是都是平的 厚度差不多 那盐盖就是这边会 中间比较厚 两边比较薄 像雨伞这样子 好那我们把盐盐的往下来看 这就是所谓的盐珠 就是有点像那个根 就是我们的树干的下部 这种珠 我们叫盐珠 那盐珠的根下面呢 叫盐基 那注意哦 当我们在看这张图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小比例子 就是说可能从这边到这边 就是有一百公里长以上 好所以这个注意 我们看这一百公里长以上 所以这个盐基就是一个大片的盐石 盐浆慢慢冷却之后 形成一个叫盐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百公里以上 那盐珠呢 可能大概就十公里左右 这个盐珠就十公里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比例子的尺寸 所以这个叫做侵入盐 它的产状就是盐浆跑进去 这些盐石的裂缝的时候 会产生的五种结构 盐脉 盐床 盐盐 盐珠 这比较小块 这边呢整个叫盐基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三支叶页下面 一直到三支叶页这边 那当然这边有一个地方 我们有讲到就是 第四三支三页的第一个火山井 这个叫盐脉 但是慢慢跑出来这边 当然还是盐脉 但是跑到这边接近这边的时候 我们叫做火山井 火山井 所以就是要了解它整个喷出盐 或火山盐 盐浆在形成它的一个构 没有 这个应该讲 这个应该说 这不是喷出盐 这个是侵入盐 它盐浆侵入在地底下 每个部分形成的构造 那快要地表的时候这边叫做火山井 所以这边都是属于火层盐的构造 就是深层盐 它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构造 好那这就是盐脉 它里面的洞 让我在那个PPT 就会多一点图 就会比讲义还要多 或者我们看真正的 你看这个 白色跟盐浆跑进来的 那你说 不是在地底下生成的吗 为什么还跑到地表面 因为我们知道板块因为挤压 可能就会把地底下盐层 把它挤出来 让它挤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盐脉 盐脉 好那刚才我介绍盐盖了 那盐珠也介绍了 那盐基就是很大块 好那这些大概知道它的名字就好了 因为这属于地质学的常识 那刚刚讲的都是青出盐的产状 好那我们再看 整个喷出盐 喷出盐的产状就是说 它的产的会产生哪些的特性 那刚刚是讲火层盐 那我们看火山盐就是属于喷出盐 那喷出盐里面有哪些的 它会产状哪些呢 我们看这盐浆流出来 所以第一种我们叫做Lava Flow 就是熔岩流 熔岩流就是盐浆 这种溶解的那个盐浆 它这样一直流动 它这种流动 我们叫做 也就是溶解的岩石叫做Lava 它会一直溶解 所以它会液体 它会流动 那像这种在那个 夏威夷的一些火山岛里面 它火山它很活药 所以都可以看到这个盐浆在流动 如果有兴趣你只要打夏威夷火山 你在那个Google上 YouTube就会很多 那实际上这个是 我看是2018 这个实际上每年都有了 夏威夷有一个最活药的火山 叫做Kiroi 叫做Kiroi Kiroi 这个就是所谓的Kiroi 那它就每年都一直在喷 那你看这个是熔岩 Lava flow就会流 那你看它有时候从那个山上流下的时候 你看车子 倒入 车子就过去 它这温度都很高 如果碰到的话 实际上 马上就会被它毁坏 如果人碰到这个都会死掉 所以这个就是 它这每年的午夜都会进到活动期 那这个就因为 岩浆就是一直在 这是火火山嘛 就一直在动 一直在喷出岩浆 那全世界实际上每年都有很多火山 喷发出来 这个就是板块构造理论 那当然这些 所以这叫做熔岩流 那熔岩流慢慢呢 它很高温 然后慢慢在地表下就会冷却 那冷却就是这样子 那冷却之后就会形成这个 Lava flow的depart 就是它的成绩 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那所以这个 就是原理上我们看这个火山 它喷出来 然后就熔岩流 那这种流动是还蛮温和的 所以这种就是你都有时间 很冲冲的去逃走 基本上是可以跑的还蛮 你跑的可以比它快 因为你看到它也赶快跑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火 叫凌辉岩跟角栗岩 凌辉岩 角栗岩大家看 就是说这种刚才是在地表面 它就有点像液太流出来 就这样出来叫Lava flow 那一种是会喷 它说它粘性更大 它水气比较多 它有火山口呢就喷出来 爆裂式喷发 像这样喷发出来 那喷发出来之后 它也形成熔岩流 那但是有些喷发会喷到天空 然后呢 马上就会这些液体就冷却 那这些冷就是熔岩 有些熔岩会喷到天空冷却 那就会形成固体的脆块 那这种脆块都大概不一样大小 有的时候大概 三公分到五公分这样子 那这我们叫火山蛋 有点就像我们那个石头一样 叫火山蛋 好那我有看一些火山 这个国家地理杂志 上面拍的火山的 这种都 只要火山爆发就会形成这个 那这种就是火山蛋 那如果说比较小的话 就变成火山 树公比较小是火山地 那这更小的话就变成火山灰 好所以这个就是 熔岩流就在地表面上流动 这个是喷出来的 喷出来的 第二种是喷出来 然后冷却的 好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是熔岩流 它有的喷出来冷却的 就变成喷出来冷却 那有的它会很快的往下移动 它叫火山脆血流 这个像吐石流一样 它速度就跟那个 大概每小时大概有60到100公里 所以 如果你碰到这种火山脆血流的话呢 基本上你是逃不掉的 因为它的速度就大概每小时100公里 所以非常快 所以有时候车子都 你看到它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你马上就被它追过去 它这个温度都是三四百度 所以碰到它马上就死掉了 就会变成灰烬 所以这是真正的 你看火山脆血流 它很快的从山上一直跑到那个岸边 好那这些 就是喷出来的火山灰 慢慢的冷却之后 形成的叫火山灵灰盐 所以这个是属于喷出盐 喷出盐 好那我们认识这些 清除盐喷出盐的构造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认识什么 好我们就开始怎么去认识火成盐 好认识火成盐呢 只有两大 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一些观念了 认识火成盐有两种 基本上两个重要的观念 一个叫认识它的组织 那另外认识它的颜色 那什么叫火成盐的组织 火成盐的组织是指 它们颗粒大小的大小 所以像你看 这边矫正刚好这边要摆了 四种不同火成盐 这个叫玻璃状的火成盐 叫黑钥匙 你看它就摸起来就像玻璃一样 就像我们在那个做那个玻璃 就是把非常炎热的那个 热热的那个放在水里面 马上快速冷却 就成为玻璃的 所以快速冷却的话 它的颗粒会非常小 ciao OK 但是我承认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看它的组织 组织就是结晶颗粒的大小 那如果你有看到人家怎么制造玻璃 就是把烧的那个氧化系那个都是红色的 然后马上放到水里面 快速冷却 如果岩浆它冷却时间很短 就会形成像玻璃状 所以我们玻璃就是这样做 所以它本身颗粒非常细 为什么 你知道快速冷却 因为它就没有时间去形成结晶 就是一下就变成固体 所以它都摸起来非常光滑平滑 那一般火山岩就是 喷出来的岩石 岩浆喷出来到地表上都是这样 像我们看喷雾 喷雾就是玄武岩 玄武岩呢 玄武岩它的颗粒非常的平滑 就是很细小 为什么 因为喷出来的岩浆马上碰到海水 所以就快速冷却 所以快速冷却的话 结晶颗粒很小 左边这边 这很快速冷却 然后呢围巾状就是颗粒比较大一点 但是非常细 看不太出来 但是颗粒很小 然后变成粒状呢 这就是有慢慢冷却 在慢慢冷却的时候 它的颗粒就可以 结晶颗粒就可以成长 就可以成长 那成长就可以看到 有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子 粒状 然后呢越慢越慢冷却就搬 搬金状 可能有一些比较大颗粒 还是小颗粒这边慢慢的形成 所以越往右边走呢 它的冷却时间就是很慢 所以这个组织 是按照冷却速度的快慢 把它分成玻璃子状 围巾状 粒状 到搬金状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到一个火层颜 你可以看它的那个 摸它的表面颗粒大小 可以感觉出来 它的组织 因为这是火层颜分类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看它的组织 颗粒的大小 所以这是火层颜 看它组织是很重要的 看它颗粒大小 很重要的概念 好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概念 也是很重要 或者更重要就是颜色 颜色就是 不同矿物有不同的颜色 若含煤铁矿物的话 它就比较深 或比较黑色或绿色 若含有细酸盐矿物的话 它就是 怎么讲 细酸盐矿物像我们说 常识 识音 最早是以细酸盐为主 它是不含煤铁的话 它颜色就比较淡 好 所以 那我们来看这个 所以我们在三次页的上面 那一段里面就说 好 你看这边基本上是 你要认识的六大个 六种的火层颜 我们说上面就是 花岗颜 散藏颜 飞藏颜 下面就是流纹颜 然后暗山颜跟玄武颜 好 那你可以看 我们先从中间这个切开来看 上面是深层颜 所以深层颜的组织 但是都很粗 你看看那颗粒 都还蛮粗 蛮粗的 就有一粒一粒状 好 粒状的 而且更粗的 所以 从这张图子的往上这边 就是从中间往上看的话 前面 上面三个都是属于青柱颜 它是慢慢冷却 有足够的时间结晶 就有足够的时间长成它的颗粒状 好 你看下面 下面这个是属于喷出颜 喷出颜就是快速冷却 那快速冷却像流纹颜 你看它颗粒还是很细 这是安三颜 颗粒很细 在我们台湾北部有安三颜 这是玄武颜 你从这边大概很难看出它颗粒 就是你用手摸也可以 摸不出它颗粒的形状 所以代表说什么 其实按照颗粒大小分辨是还蛮容易的 好 那你会发现左边它的颜色比较淡 右边颜色比较深 为什么 因为左边最早就有唐石石英为主的 唐石石英就是细酸盐不含煤铁 所以它颜色就是淡 那右边最主要含有灰石 摇散石 干染石 含有煤铁矿物的火成岩 所以它颜色就深 所以你认识火成岩 就是从它的组织颗粒的大小 颜色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野外辨证它的时候很重要 所以这个呢 你去看我们三支五页这个表格 火成岩的分类 火成分类里面 基本上我们就要看它的什么 矿物的组成 它当然这边没有那个组织了 也有矿物的组成下面就是有那个 生成的环境嘛 冷却的树立快跟慢 基本上就是 喷出岩 像玄武岩 安山岩 刘文岩 它冷却树立快 那生成岩冷却树立就慢 所以你可以从它组成矿物 冷却的树立它的组织就要做判断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 右边 煤铁子含量低 左边 所以它颜色浅 右边含煤铁矿物的 什么叫煤铁矿物 我说过就是灰石 脚闪石 橄榄石 这个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识的火神 也很重要的两个观念 从它的组织跟从它的颜色来看 好 那这个就是三字四页 这上面这六行的文字叙述 好 那接着我们再看 这个三字四页这边有一个叫包温反应 包温反应是什么呢 它就是 我们说岩浆慢慢冷却 岩浆开始可能是一千度 一千度的岩浆 然后那温度慢慢降低的时候 就有一些矿物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最先捷径的矿物 可能在八百度的时候 它就从溢菜变成固菜的 所以最先捷径的像橄榄石灰石 这个叫高温下形成的矿物 那高温下形成的矿物是不好的 所以就是什么 岩浆领去的周边融点不一样 这边融点可能八百度 这边融点可能变六百度 这边可能变三百度 那石英的融点可能大概一百度 应该没有两三百度 你把这岩石叫两三百度 它就说两三百度就可以融解成石英 但是这个要 融解的不同结晶就出来 那实际上越低温形成的 它是越不容易风化 就是说它抗风化能力强 所以像这个石英常识这边 它的抗风化能力强 所以由石英常识所组成的岩石 它的强度就比较高 也不容易风化 但是呢 由橄榄石灰石所组成的 就会这个 风化能力就比较低 比较容易风化 抗风化能力就比较低 所以最先结晶出来的 矿物是什么 橄榄石 然后它慢慢温度下降 慢慢它结晶出来 那至于这两个 你发现这两张图里面有不一样 这就是说 左边就是橄榄石灰石 脚蚕石黑原木 然后到这边就一样 那你看右边这个呢 都是常识系列 是连续的反应 就是说盖常识 背常识 然后呢 纳盖常识 中常识 这是连续的 所以这边是一个常识系列 就是它就慢慢慢慢 就是温度是连续 一直下降 它就连续慢慢变成 不同的常识类 这种这是连续的 那这些是不连续 什么叫不连续 这个800度才会形成 可能900度才会形成橄榄石 但是中间呢 要到800度才会有灰石跑出来 这中间不是连续的 但这个就会连续这样下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包温反应 所以岩浆在冷却的时候 按照溶点的不同 在不同温度 结晶出来不同的矿物 那只要越低是越好 所以石鹰这个是好的矿物 比较不容易分化的矿物 其实我们火生烟分类 已经大概概念都讲完了 所以我们说 怎么把火生烟做分类 基本上就是按照它的矿物 还有按照它的颗粒 就是组织 按照它的颗粒 就是如果火生你要分类的话 一般就是玻璃子的就是火神盐 或者说就是颗粒很细 生成盐就是颗粒比较粗 这样子 所以就是用这条线 就是喷粗盐 它的颗粒就比较细 玻璃子 然后呢 清除盐 它的颗粒就比较粗 然后再分成这 各三大类就是 它的组成的矿物 那组成矿物实际上我们说过 就是左边这种 就像花钢盐 花钢盐散场盐 就是最左边这个最早 只有常识石鹰为主 那越到右边的话 就有斜长识 灰石脚蚕蚕蚕为主 或甘蚕蚕蚕 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那个表三之一 三之五页这个 表三之一页 那基本上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表三之一里面再看一个 就是酸性火层盐跟畸性火层盐 一般如果含有二氧化细 就是细酸盐共和化 我们叫酸性火层盐 就像死因长死 如果说含有那个 灰石脚蚕蚕 there 颜色比较深的 非黑色的 这个我们叫激性火层盐 像玄武原这些的 所以要知道 酸性到激性就是 二氧化性的含量 二氧化性含量比较多的 就是叫酸性的 那激性就是二氧化性含量比较低的 就是所谓的死因的含量比较少的 好 那基本上这是火尘盐的分类 那火尘盐呢 过去有一年土木技师 好像这一两年 我忘记哪一年 他就会考说 台湾各类火尘盐性跟分布的地点 所谓的盐性呢 就是说它是由哪些矿物所组成的 那它分布地点在哪里 那我们看我们台湾好了 其实台湾大概有哪些 其实我们台湾的火尘盐比较少 台湾本岛火尘盐比较少 台湾本岛的火尘盐呢 例如在观音山大屯 就是台湾北部阳明山 观音山那边 还有龟山岛那边 所以这是台湾本岛它的火尘盐 那另外呢 所以本岛火尘盐 像玄武园的话就是海岸山外有一点 因为它是火山岛 那澎湖群岛也是火山岛 那这种就是属于玄武园类 那金门马祖当然不是本岛 我说金门马祖它就是花岗岩 花岗岩 那当然中央山脉有一些 就是深层盐 但那个很少了 这个是很少的 那蛇温岩呢 就是在海岸山脉中央山脉 这里都有一些 但是也是很少 那灵灰岩就是火山灰 就是火山喷出来那些岩石 在台湾的北部基隆那边 所以就是台湾火尘盐的 那当然你要知道这些 各种火尘盐它的 组成的 矿物 那基本上组成矿物基隆 你就要记住嘛就是 反正就是长石石阴 颜色比较淡的就是长石石阴 那颜色比较深的就要加上 灰石 角闪石 或橄榄石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可以根据颜色深浅来 判断 好所以我们来看再次用土来看 所以这个是你们课本表3.2 那这个土 基本上 我们说台湾本岛只有在这个北部 里面就是阳明山、观音山这边 基隆、大屯山、火山群 这边有火尘盐 还有海岸山脉 海岸山脉为什么是火尘盐 因为海岸山脉本来是火山岛 它慢慢被板块铝一直吹 所以这边基本上也是火尘盐 所以只有这两块 你从这边来看 那当然这个是 澎湖的玄武园 就这样子 那一般我们 我们那个 外岛 很多大部分也说 就是像玄武园类的 外岛 或火山园类 像 像那个龟山岛这样子 好所以这是 我们台湾的火尘盐的沿性分布地点 这个要知道 那这个就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再讲了 这个分类的容 这个只是补充 那这边呢 这边我们就很快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 这个我在讲义并没有 我讲义里面并没有很深度的去讲这些 那我就把一些重要的火尘盐 我们就看一下 像 花岗岩它也是很重要的食材 所以你看这些 花岗岩 强度很好 所以你看像那个 芬兰 那个地下结构这些都是花岗岩 所以这些好的花岗岩 你开花之后根本不用支撑 因为强度非常好 或者我们到如果说到马祖 马祖有很多的地下坑道 那你看这地下坑道我们在开花的时候呢 也都不用支撑 不用支撑为什么 因为它是 花岗岩 那像那个 金门它有一个晴天厅 这个土木技师也有考 你看这个晴天厅就是一个大的地下的集合 像那个我们说北欧 有很多地下的 集合的空间 那你看我们在开花这个 花岗岩的时候 都没有支撑 那个大的地下洞穴 都没有支撑 为什么 它是好的岩石 花岗岩所组成的 所以花岗岩是一个蛮好的岩石 真的就是花岗岩只有在金门马祖了 好 那我们再看 安山岩 安山岩就是喷出来 在台湾的那个北部 大屯 还有基隆火山群 那因为它喷出来 然后慢慢 快速冷却 那里面有些水 蒸气就会蒸发 水气蒸发 所以它就会形成很多的那个什么 一些气孔 气孔 本来只有水在那边 蒸发之后就一些气孔 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 因为 但它就颗粒很细 那它有气孔 所以它本身 强度 怎么讲 就是说 它的抗风化能力很弱 所以强度也不是很好 但如果新鲜的话可以做古材 但是基本上 安山岩不算是好的岩石 这是在台湾的那个 北部 就是大屯 基隆火山群 我们看 澎湖的玄武园 这是玄武园 你看就是 地底下岩浆冒出来以后遇到海水 然后就冷却 它冷却后 就变成玄武园 那玄武园有一个特色 就是柱状玄武园 为什么柱状 它冷却之后就会收缩 就形成 一个裂缝裂缝裂缝 这种叫柱状玄武园 那它本身 长度呢 一般你看 这表面就是风化 你看 这边是比较大颗粒的颜色 那到月照上面的话 就变成小颗粒 就要变成土壤的 那里面也有一些气孔 那只有新鲜才是好的 若不是新鲜 就是 什么叫新鲜的 就是没有被风化的 新鲜的话就像这边 下面这一块 就是比较新鲜 月照上面就风化越多 这是不好的古彩 那基本上就 灰石嘛 长神灰石 它的颜色就深 因为灰石颜色比较深 但是 我们下期待 就会变成土壤的 那边就会变成土壤的